南区国税局台东分局最近为了辅导雇用渔工的渔民 申报给付薪资所得就发出了挂号信件 不过渔民看到后很气愤 因为农渔民过去一直都不用缴税 现在被要求要填报渔工的薪资 可能会造成渔民被迫缴税 担心会让生计更加困难 渔民出海捕鱼赚取微薄收入 免缴税的条件下勉强过生活 不过最近多位台东渔民收到国税局挂号信件 通知要扣缴所得税 让渔民好难接受 台东新港和绿岛区渔会的渔民 都有收到同样信件 还发现别的县市没有类似状况 怀疑同岛渔民征税不同调 让台东渔民气炸 到县议会联合陈勤 南区国税局台东分局紧急灭火 强调指示加强宣导 台东分局解释 原来这些信件只发给有雇佣渔工的渔民 辅导他们以所得税法规定 申报渔工薪资所得的扣报缴税资料 而且这项规定是全台通用 只是台东信件发得比其他县市早 渔民表示宣导工作应透过渔会协助说明 也担心捕鱼卖鱼收入微波 如今还要报税 日子恐怕更难过 只希望政府可以审慎思考 记者刘林祥台东报道